乐福音乐响起 乐福 主持人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看看南华早报的一则报道 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 中国并未采取严厉行动来增加消费者支出 这背后原因之一是对个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再来谈谈美国新任国家安全局长的警告 指出中国在台海危机中可能会让美国陷入停水 停电等混乱局面 这无疑是一场文明社会中的末日情景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台积电的最新发展 根据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的说法 目前台积电使用大约8%的台湾电力 预计在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10%至20% 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习近平的新经济提案背后的神秘智囊 以及两位改革派学者如何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 最后我们还有一些科技与国际新闻要分享 比如谷歌的AI模型在最新的视频测试中超越了OpenAI的模型 以及外国人不愿意去中国工作对中国与跨国企业的影响 还有海关总署公布了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的数据 显示进出口总值有所增长 越服音越响起越服 主持人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马婆豆腐说 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中国未能采取严厉行动来增加消费者支出 部分原因是对个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以及政府更了解花钱的信念 南华早报 汪贼昂贵 实验说 美国新任国家安全局长 中国对手玩弄一场高智商的游戏 一旦台海危机 美国人可能在家里无故停水 停电 交通瘫痪 生活陷入一片混乱 这简直就是一场文明社会中的 末日情景 深刻中国202-406-03 在工地的事业之外 习近日花了减确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前周 事物中的的黑市地位 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 目前台地使用大约8%的台湾定例 预计在2030年 占达到10%至20% 习近平新经济提案背后的神秘智囊 两位改革派学者如何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 谈7月的三中全会会带来怎样的性变化 深刻中国202-406-03 A-L-Y-C-Q-A-4-G-N-G 温妮说 六度博弈网站正进行升级 带来更多优化 我们邀请您再次来体验新版网站 我们正在建立六度链 希望能方便大家交易 立即访问 HTTBSDUAL六度点news category topics 体验全新升级的六度博弈吧 谢谢您的支持 实验说 外国人不愿意去中国工作 对中国与跨国企业都是打击 外界是短线难题如何破解 而台湾和中国特殊潮 比起男子非接近 我看到几个时间 六度博弈说 https ww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BQNMuq Fly100说 谷歌的AI模型 在最新的视频测试任务上 比OpenAI的模型 有明显的领先 Ice下华线Ice说 实爷 我向华尔街电视提一个小建议 一些AI播报的节目 如果内容是对谈模式 能不能根据不同的说话者 采用不同的AI播报声音 不然同一个说话声音播报两人对谈 听起来真的有点吃力 看方的 谢谢说好 开始这样 突发新闻至华街日报报道 未来的图案华比欧凯和四个岛政策基金计划 在德克萨斯州开始的国家政策交易所 一条大纽约政策交易所 6都里的说 HTTPS3W.youtube.com watch V等于CRH00DWFA9W 谁也说 他其次比原来的探索有新的110 田典说 H11 CSIS文章作者是Alexander Kirsten这位吗 谁也说 当时的Scott Kennedy博士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FS高级无问题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 是叫四部吗 Fly100说 突发新闻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联邦监管机构达成协议 允许他们对微软美元MSFT OpenAI和英伟达美元NVDA在人工智能行业展开反垄断调查 田典说 一直悬在英伟达头上一把剑 Congratulations The ascender of Chang's 6 probe has docked with the orbital returner combination The lunar sample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re-entry capsule The next is waiting in lunar orbit to return to the earth 名字不说好难找 幸好有AR 这篇也找一会 The dangerous myth of deglobalization Misperceptions of the global economy are driving bad policies By predecessor June 4 2024 谁也说 TopSuite BJCine3 Ojima ByH1 Fly100说 刚刚在Reddit上有人评价中国质谱 AI公司最新开源的一个模型 在挪威语上表现了很好的能力 似乎比Meta开源的模型要好 我用同样的提示在挪威语中进行了尝试 就像我对大多数新模型所做的那样 所有模型 包括Lama370B 都有语法问题 词汇使用奇怪 还会用了丹麦语和挪威语的词汇 但这个模型大部分没有 GLM49B是我尝试过的最好的开源挪威语模型 它不是完美的 但非常接近 对于一个9B的模型 我非常惊讶 它的语法非常好 使用了正确的词汇 除了每3-4句话中 可能有一个稍微不准确的词 它的连贯性很好 写作也很流畅 与迄今为止所有其他开源模型不同 这个模型在挪威语中是可用的 质朴 AI是一个清华背景的创业公司 被斯坦福抄袭的那个清华的模型 现在成了AI论文网站Papers with Code热门第一名 X上也有人感慨清华这么好的模型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一直没有引起很大关注 只因为它不是来自美国长春藤学校 实验说海关总署今年前5月中国户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时期 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 其中出口9.95万亿元增长6% 进口7.55万亿元增长6.4% 贸易顺差2.4万亿元 扩大5.2% 而美人计价前5月进出口总值2.46万亿美元增长2.8% 其中出口1.4万亿美元增长2.7% 进口1.6万亿美元增长2.9% 贸易顺差3372亿美元 扩大1.8% 前5个月铁矿沙、煤、天然气和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 提供商务 14亿吨增加7% 进口增长860.7元 上涨8.1% 云游2.29亿吨减少0.4% 每吨4310.9元 上涨6.8% 来2.05亿吨增加12.6% 每吨721.9元 下跌18.1% 天然气5427 6万吨增加17.4% 每吨3504.6元 下跌12.6% 大豆3736 9万吨减少5.4% 每吨3759.7元 下跌15.5% 称天油2210 7万吨增加20.1% 每吨4265.9元 上涨5.2% 微断亚同级同财232.7万吨增加8.8% 每吨6.44万年 上涨5.9% Fly100说 华为技术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 该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 AI 芯片与英伟达A100 AI行业中最受欢迎的图形处理单元 GPU G1 相当 甚至更好 这是这家中国科技巨头罕见的自夸 凸显了其在一个由美国竞争对手主导的市场中 快速增长的速度 在一些测试中 华为的升腾910 BAI芯片在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时的效率达到了英伟达A100的 80% 但在其他一些测试中 升腾芯片可以超过A10020% 华为升腾和昆鹏生态系统首席运营官王涛在周四的南京世界半导体大会期间表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